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3年在香港上市 算得上在内地零售连锁企业的领头羊 2006年被捕 被判刑12年 那么同样的随着他们的入狱 公司都开始走下坡路 国美没有跟上时代的变迁 而物美的高速扩张之路也随即终止 它与花旗集团签订的8600万美金 新股配售也被取消 逆定的江苏时代超市50%的收购协议也作废 拥有的店铺从2006年的567家 到2015年决定私有化退市的时候 只剩下168家 规模上缩水了70%左右 但是和王光宇出狱之后 雄心勃勃的重振计划 却遭遇了破产危机相比 张文忠应该讲顺风顺水 启动了物美的重振之路 12月7号他带着出狱之后才创办的多点 向港教授地表申请IPO 很多人则知道物美并不知道多点 简单的讲多点就是张文忠 2015年建立的物美线上平台 也是他二次创业的产物 通过多点APP 物美实现了新零售 转型和售组化的改造 现在如果你在物美超市 想自主其上 或者网上下单送到家 使用的就是多点APP 可以说多点对于张文忠 对于物美来讲 意义是不一样的 尤其多点还是一个重要的载体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 承载的张文忠出狱之后 建立的物美系 多点的前四大客户 分别是物美集团 麦德龙中国 重庆百货 新华百货 也就是说 除了给物美提供 数字化服务之外 多点还在给其他三家 提供同样的服务 而这三家 都是张文忠出狱之后 展现的大手笔 18年 他先收购了 北京的乐天马特 华人万家北京门店 和林家便利店北京门店 接着19年 又花70亿 入股了重新百货 增持了新华百货 而且以120亿的大手笔 收购了麦德龙中国 80%的股权 通过上述的并购 张文忠把物美 重新带回了 中国商超的托破5 2021年 物美仅次于 沃尔玛 永辉 大运发和华润 以596.72亿销售额 名列地 可以说 张文忠带着物美 走了一个 完美的V字形反转之路 当然这样的 线上线下大具扩张 对资金的需求 是很大的 从招股书上 我们也看到 2019年到2021年 以及2022年前9个月 多点累计的净亏损 超过40亿 一直靠贷款 融资来维持正常的运转 同样的 包含物美集团 和麦德龙中国的 物美科技 2018年到2002年 资产负债率 分别达到了 102.94% 103.25% 和96.5% 那么为了公司 筹出更多的发展资金 在多点之前 张文忠曾经在 2021年3月份 发起过一次 IPO申请 想把物美科技 送上港交所 但是上市申请 提交6个月之后 没有及时更新 物美科技 从此港交所 宣布失败 这一次多点 同样是奔赴港交所 不知道会不会 给张文忠带来好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